Good morning, Jilin 了解到自己的身体是需要多少的水分 才是达到对自己的体重管理 甚至健康上的重要性 谢谢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而且很多人真的是不太明白 那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自己到底水分摄取的够不够 有两个方法 第一除了你说我们用machine去量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每次上厕所的时候 你要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 如果你看到那个颜色是很黄的 特别深黄色 你就知道你肯定是不够水了的 如果你要够水分的话 你的尿液应该是淡淡的黄色罢了 不应该是深黄的 当然有一些情况会弄到 不是你不够水它也会很黄 比如说你吃了一些multivitamin 它的颜色会变深深的黄色的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 你要喝水喝到一个condition 是你的尿液是浅黄色 那第二呢 有时候我们量那些 有body fat content的那些秤 它也会跟我们说 我们的水分sufficient的 有个情况可能有一些人 他喝了很多水 他还是不够的 这群朋友呢 可能就是他们的body fat 特别高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 如果body fat多的话 fat是不纯水的 muscle才纯水的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可能 他fat太多 muscle不够 所以他怎样喝呢 还是不够 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还是不够呢 是喝错方法了 OK 有时候不是关于那个 amount不够 是你喝的方式 如果我们喝水 是灌进去的话 就说你每一次喝 是一杯一杯这样喝呢 其实他吸收的比较不好 所以他进的快呢 他出的也快 OK 所以有一个方法 可以跟大家share的呢 就是最好的方式 是你可以 如果你可以做到 每15分钟到30分钟 你要喝一口水 一两口水 这样子 不要一次过喝 整罐下去 这样子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是 consistently throughout the day 每15到30分钟 有水的补充 OK 第二个方法是 我们喝的时候呢 可以含在嘴巴先 不要一直这样喝下去 所以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我们怎么样 含着让他吸收更好 含着那个水 好像在吃东西 这样咬30下 然后慢慢吞下去 这个就会比较好吸收 OK 这样我们就讲了 怎么样看够不够水 第二是怎么样喝水 第三是怎样看 我们喝的分量 所以有一个计算法的 其实一般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说 特别会流汗 还是又没有做运动呢 我们是每一公斤 就是比如说我50公斤 我要乘30ml的水 这只是 prevent你不够水 但是如果你说 我现在要improve 我的detoxification 我要排毒好一点 那可能你就 又有配合运动 运动就会流失更多水分 这个时候你可能 要每公斤 乘35 有些人可能要到40ml OK 所以大概 如果我没有运动的时候 我可能一天要签5到2000 OK 可能我运动 我可能要多过2000 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 一个你要测量的方法 然后你喝了过后 你要看自己喝不喝对 然后第三 再观察你的尿液 然后再去蹭 OK 然后如果还是不行 你已经做得很好 尿液也没有黄黄了 这样就是你的身体的fat太多了 OK 你要build多一点muscle OK 这是那个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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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